发面馅饼的制作过程来了 按照下面的教程咱们把面和好 水呢 烟子放到了823 你可以放到825-825之间 按照视频当中的手法 把面和好 然后用刮板把手清出来 如果想包糖馅豆沙馅 这个时候咱们的水可以放到9两 甚至于9两半 用盆做温水这样发酵快 然后发好的面咱们案板上撒面粉 看这面发的多好 一定要把面发透 这个时候咱们可以把面在盆里拿出来 利用刮板 如果用手的话会粘着你的手 特别难受 然后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让你的面粘上干面粉 然后下边咱们再撒一层面 然后手上粘点干面粉 把你的饼翻过来 看视频当中的手法 然后用擀面杖上下给它擀开 这个方式呢 是为了让面发酵的会更好 起的更喧透 上下擀开之后 咱们清扫一点点的色辣油 千万不要多 多了就隔层了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面非常的软 发好了这个面就会更软 帮燕子点一个免费的小猩猩 感谢老铁支持 粗的地方清带一下 然后手上粘上干面粉 看究竟的详细手法 手法就是熟能生巧 刚开始可以按着燕子 教你的这么去做 一个手往下微 另一个手托住 然后用虎口 把面挤出来 熟练之后自然就快了 这是教给那些 不会揪的老铁们 看快动作 是不是很快了 揪好的剂子 咱们不用去醒 直接可以包馅 手上拍干面粉 然后把面拿起来 用手压扁 包入馅料 看燕子的手法 一个手托住 另一个手往里摁馅 大拇指摁馅 然后像包包子一样 把饼包好 这个时候如果粘你了 你切记一定要 粘一点干面粉 还可以去抹油 或者是油酥 现在燕子再抹油酥 手上就是抹的油酥 油和面 然后把剂子拍扁 再继续包 这种方法呢 你就不用考虑它粘了 因为咱们手上有油 它就不会粘 再教老铁们另一种手法 将放好的馅料呢 咱们也是 左右手捧住 往里打馅 往里压馅 像燕子手法这样 去做 然后后边三个手指挡住面 左右左右左右一脸 后边手指一定要挡住面 然后回来 一扣就可以了 这就是个圆 包完的饼呢 可以上面抹一点油 防止它粘你的手 下锅的时候粘手 上下锅为一百七 锅内放油 拿起来 像燕子手法一样 去下锅 小心点 别烫着自己 然后压扁 所有的饼都按照这种手法 把它下锅 下锅之后呢 表面表面的饼呢 咱们淋点油 是为了防止它粘到饼锅盖上扁 计时两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咱们翻面 然后再计时 两分到两分半钟 饼就好了 小黄转没有预约的 抓紧预约 发面馅饼鲜透 死面馅饼筋道 死面馅饼一直是 那家主打产品 老铁们可以下边 小黄转预约